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马上开始了,对,然后我们嘉宾都来一起了,有一位嘉宾,他今天在那个赶飞机,他可能,Robin他可能要晚点,因为他之前也做了一款类似于Friendly.touch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就先开始吧,然后先邀请咱们的几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然后首先是Danny,Hello,Danny。 Hello,大家晚上好,谢谢Elizabeth,然后我是Danny,是Margex,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核心贡献者吧,就是Core Contributor,然后很高兴今天大家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FriendTech这个产品,然后也跟大家聊聊一下SocialFi的展望,还有一些对整个SocialFi的这个东西,对整个市场, 很影响,然后以及对整体的前景吧,然后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事情,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感觉Danny一直非常谦虚,Danny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他也看了很多产品,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然后接下来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叫,他现在改名了叫马思维,我不知道这样称呼行不行,对,马哥,Marc,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一些经历,然后包括你的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Elizabeth的小弟,然后大家可以叫我马思维,然后我是一个ropper,然后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作为发言人在这里,然后我比较韭菜,什么项目我都想玩一玩,然后因为都想玩一玩,所以很容易亏,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亏钱比较多,所以关注我的,但是我还是挺想赚钱的,对,我自我介绍完了,感谢各位。 没有,我觉得马哥特别谦虚,就是他非常成功,之前有很多经历,他如果愿意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他在这个行列里面也是经历了很多项目,然后也非常有洞察,能够在很早继续挖掘一些优质的项目, 包括这个我看到马克他也是这个friendly.test的,就是最早的是他做在推的项目,就是在这个他的自己的推的平台上去做分享,对,然后也非常谦虚,觉得也就又谦虚又努力也很佩服, 然后接下来是阿兴,阿兴你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兴,我个人经历就没什么亮点,这个17年入圈的小韭菜,这个赚了多少,又贫本事,又亏了多少回去。 我是这个Lowhear的这个大使人,Lowhear也是一个Socialify的项目,所以对于这个,对于FriendTech,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有保持高度关注的,所以今天能够来聊聊这个同样这个Socialify赛道的这个话题,也是很开心,能和各位大佬交流。 是的,是的,我现在也还是Lowhear的大使,好的,就是今天也是用不同的身份,然后Lowhear也稍后给我们多介绍一下,这个Socialify跟其他的Socialify有什么不同,然后你为什么也会成为他的大使,应该也是经过, 多多多次挑选,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代表整个品牌形象,对,然后,我看到这几位嘉宾,我在发现之前查一下,大家都在这个,Roger,Roger,不好意思,Roger,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Hello,大家好,我叫Roger,然后我大概有10年的外购的经验,然后1920年开始关注跟进入Crypto, 可能是这里边入圈最晚的,然后我平时也会买一些二级的币,然后也会去投一些一级的项目,然后现在跟朋友们一起在Build3WW3,然后这是一个华人Build的抱团取暖的地方,然后我们会一起研究跟探索一些web3在亚非拉的结构性机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私聊我。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我听得有点卡,还是你们都听得有点卡,我听得好像特别卡Roger那里。 我们听,我听还好。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Roger,不好意思,那麻烦您继续说。 Hello,Hello,Roger,您可以开麦继续跟我们分享,抱歉,刚打乱了你,我以为是网络可能出了点问题。 没事,没事,然后就是我是19年进圈的,所以可能是大家里面进圈最晚的,然后平时会买一些二级的币,然后也会去投一些一级的项目,然后现在和朋友们一起在Build3WW3,然后这是一个华人Builder,比较抱团取暖的地方,我们平时会一起研究跟探索一些web3在亚非拉的结构性机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私信我们。 然后因为social这个方向太性感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研究关于Frentech和其他social派的项目,然后今天也很开心,能够跟各位老师一起来学习交流一下,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Roger的分享,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投资人,对整个web3行业之前也有一个深度的研究。 那我首先想问一问,就是大家对于Frentech的看法是什么,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你觉得他为什么就是他能包括我,但是其他sorify产品就是做了很多努力流量,但他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传播度,对,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包括你觉得Frentech的项目能走多远,我们从他过去到未来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首先还是有请咱们的Danny老师。 好,谢谢Elizabeth,就我本质上,就我主要是做Majax嘛,然后主要是Majax是一个DeFi的平台,就我们主要做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嘛,然后也是做永续合约这一块,所以就对socialify这边,就是我可能知道一些,但是可能不像各位老师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神耕这个socialify的东西, 所以我讲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比较肤浅,或者是比较看门道的一些看法吧,就我自己感觉Frentech,我自己也玩了一会儿啦,然后我感觉他,就从一个去中心化的角度来讲说,他怎么说呢,就他让整个事情, 就让粉丝,就怎么讲,让粉丝,让carry out,或者是让有影响力的人可以把他们的粉丝,或者是他们的影响力变现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就比较有意思,或者是比较创新的点啦,就是,因为uniswap,它其实就是让所有的token都可以被交易嘛,然后Frentech, 我感觉自己,我自己用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玩的时候,感觉可能也是,就是影响力,就是carry out,或者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群,可以把他们的粉丝,或者是影响力把它变现,然后用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可能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旁视的一个东西,然后让他快速的去传播,然后有经济,有经济跟财富效应,然后就瞬间就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然后 然后,你从他的TVL,不是他TVL,就是他的关注人数,用户数来讲,其实他就在,我觉得在两周之内吧,就就呈现一个超级,就一个病毒式的营销,然后把它撑起来,然后除此之外,你没看到,就是有一个平台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在还没有,他还没有index price的时候,他就开了他的永续,还有他的那个option,所以可见他在二级市场,或者是一级这边,二级市场这边,就是他, 他相对来讲说是比较火爆的,然后,就未来的情况,我觉得,目前来讲说,我看到的可能更多是好多,类似Vampire Attack的一些访盘吧,就是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越来越多的项目吧,就看到有这一块的东西,就想说吧,去访他,然后让,就把他的流量也切出来,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有点像Uniswap的感觉就是,Uniswap很空出世, 的一个token东西,然后,其他访盘就好像数据一样,就做一个Vampire Attack的方式,去把这个做,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啊,就是,如果,因为有流量,或是有,有,有利可图,然后,所以才会有,有这么多事情出来,所以,我感觉,FranTech这个事情,估计还能在,还能在,还能在,还能在活一阵子, 然后,这个是我出钱的一些看法,就像我讲,就,我本质上,主要是在做Dex,然后,在做一些,Uniswap方向的Perpetual,所以,所以,就这个方面,可能,见解不是很深,所以,欢迎,大家,就小心的拍转,谢谢大家,谢谢Lizabeth, 感谢,感谢,Danny,我说话应该能听清吗,我说话卡吗? 没问题,很清楚,没问题,OK,OK,OK,我可能,可能,我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听大家的,可能会有点卡,对,但是能听清, 然后,我想问一下,Mark,Mark,就,我看到,他在,这个,FranTech.tech,他的排名非常高,然后,有,挺多的,一个,关注量,大家,我真是觉得,Mark,在,这个,FranTech.tech,才是,属于,一个,网红,对,然后,Mark,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FranTech.tech,这个项目的看法, 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因为,我,我,我跟他,那个,FranTech的CMO关系,还不错, 然后,他们,这个,打法呢,就是,属于,典型的,欧美的,神盘的,打法,呃,怎么说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呃,传统的,中国人的,项目的话,基本上是,做不到,这种水平的,就是,他们,这个,呃,预算太多了,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你看到,一个项目,呃,就是,假如说,是,呃,很,那种,就是,呃,很,那种,就是,呃,很,亚洲面孔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会有很多,很低级别的,小微在那边, 疯狂的转发之类的,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打法就是,呃,在半年前的时候,就跟,那个,paradium的时候,就,基本谈好了,就是,融资的融资,啊,开发的开发, 然后,直到的,就是说,上个月,就这个月,月初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去营销了,然后,他们营销之前的话,他们就已经把整个矩阵,全都已经弄好了,正常来讲,一个大的KWR,去推一个东西的话,这个阻力是很大的,因为是个新的东西, 他一般都不会去推的,推的话,你需要提前很久,去把这个基础给弄好的,但Frentag呢,他做到了,就是, 他一上来,就找了L,就找了这个Eason,就找了这个朱苏,就找了这个,一大帮的,就是,超级明星的, superKWR,在英文区,这种的,英文区的KWR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属于顶流的顶流, 一般来讲,你,普通人,你去问他,你要不要做,帮我们做一下Agency,帮我们做一下Promotion, 他们都是会拒绝的,但是Frentag,他一上来,就直接搞了几十个, 包括这些,不仅是从这个Web3的,还有传统的Web2的, 还有就是,搞项目的VC也好,什么也好,相当于, Paris店不仅投他们,还,就是,贴脸的,找了一些,很厉害的大佬,去帮他们站台, 那为什么他能够现象级的营销呢,就是因为,一上来,就有一大帮的, 欧美的KWR,在疯狂的推, 那你之所以在中文区很少有看到有人在推,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找中国人啊,对吧,他们没有找任何亚太区的KWR去做这个广告, 对吧,那你们就可以发现,他是不是跟之前Paris店投资的Blur很像呢, 那他们的运营节奏是,先找一大批最顶级的Hype级别的顶级KWR去推第一波, 然后第一波,周五的时候,他们的空头刚下来, 第一波空头刚宣布完了以后,两个小时以内, 立马官宣了Paris店的投资,并且这个投资, 他们没有宣布是多少,因为他一旦宣布投资是多少的话, 那别人就会觉得,你假如说第一期投资是1000万美金, 那你的后面的估值是多少,一亿美金,一亿美金, 那空头的数量,空头的具体价格就能被计算出来了, 而他们选择了保密,那保密呢,就是一种更加PoA的运营技巧, 所以FranTech用这种运营技巧,一下子就让所有人觉得, 卧槽,牛逼啊,冲啊,卧槽, 然后接着立马第二天, Beeple立马就发了一条关于FranTech的一个漫画, 正常来讲,这个东西出来才7天呀, Beeple就要给你去画东西, 正常来讲,Beeple都是要在你这个东西运营到, 大概十几天才会去画, 毕竟你是要提前两个星期去约Beeple, 并且Beeple得同意, 他才能去给你画的, 说明这一波的传播上映也是由Beeple去接力的, 然后就会发现第二波Beeple, Beeple它漫画结束以后, 全网都在聊Beeple, 然后各种的新闻啊, 包括福布斯啊, CoinDesk呀,什么也好, 喷的也好, 骂的也好, 说的也好, 全网就变成那个现象级的应用, 因为Base链现在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然后它又是第一个, 并且CoinBase官方进行了站台, 包括那个Armstrong, 他自己进行了站台, 然后加上这个Paradium的官方, 就是欧美的顶级VC, 欧美的顶级交易所, 又是CoinBase最顶级交易所的顶级的Layer 2, 那你说他站在SocialFi这个领域, 他一下就是一个轻跌呀, 对吧, 他站住了一个轻跌的位置, 你会发现立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SocialFi就起来了, 就比如说典型的是那个Share, 就是那个Sharegram, 对吧, 他在Telegram搞这个SocialFi, 然后立马直接让那个就是Franntag里面的几个顶级大V, 去跳槽过去之后, 直接就几十万美金利润就起飞,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叫TipCoin, 对吧, 叫小费币, 然后也是吸引流量了, 你会发现SocialFi在这最近10天以内, 一下子很多个SocialFi项目都起来了, 因为Paradeem投了, 因为Coinbase就是站台, 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交易所站台, 他就交易所喜欢这个赛道, 顶级VC喜欢这个赛道, 那是不是说这个赛道就很牛逼呢, 因为Paradeem投了, 那其他的VC就会觉得, 对吧, 卧槽你投了那赛道是不是你看好, 你看好那这个赛道有老大就有老二, 有老三有老四对不对, 你能上BN那我上个OK那我也很牛逼啊,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项目方, 他也开始转为去做SocialFi了, 然后有很多的VC也开始去投SocialFi了, 所以你会发现Franntag它不仅是一个孤立的项目, 它把SocialFi这个东西一下给带起来了, 所以你现在你把这个Space页面, 关掉之后你点开推特页面,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SocialFi项目, 对吧, 都是因为Franntag是龙头, 并且有这么多个访盘, 有这么多个新的SocialFi项目, 他们更能够去凸显Franntag现在的这个社会地位, 它现在就是被动的也好, 主动的也好, 它变成了SocialFi项目的一个龙头, 对吧, 那作为龙头, 它未来的潜力, 你就可以简单的去归纳潜力, 无非三个, 第一, 上Coinbase, 对吧, Coinbase官方被说, 它有极大的潜力上Coinbase, 并且它由于是欧美顶级VC, 又是全是欧美的这种KOL矩阵, 各种各样的欧美的流量, 那交易所肯定会特别喜欢它们, 所以也有极大的概率上必安,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 你不去玩它, 你在等什么, 对吧, 所以说, 当它海外的KOL全推广完了之后, 等到最后一波热度, 再到华人圈的时候, 那时候华人再进去, 那我跟你讲, 那就是最后接盘的时候了, 这就好比当时Blur,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宣传的矩阵也好, 什么也好, 跟FranTech很像, 就是Paradaym他们做项目, 他们去投资项目, 他们往往是带有一个research的意味在里面的, 他自己会主导很多在research base的东西, 然后他自己会主导很多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 他会去引领一个行业的就是一个,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就能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对吧, FranTech你还没有注册的, 你就注册一下, 对吧, 也不亏, 对不对, 就手指点一点嘛, 顶多就亏个0.0一个以太坊嘛, 怎么了嘛, 没亏过钱嘛, 对吧, 没被人rock过嘛, 对不对, 体验一下, 是不是, 体验一下, 用一下, 然后你再发表你的观念,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另外他这个机制非常棒, 为什么呢, 他这个socialify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 就在于每个人都是实名的, 我买了你的key, 那直接就绑定了我的推特, 谁买入的, 你点击这个人的这个买入的头像, 然后再点击他的名字, 你就会看, 就会导入到他的推特上去,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是Elizabeth, 我买了你, 对不对, 我们是好朋友, 我是你小弟, 那我觉得我买了你以后, 我突然间, 对吧, 我买了, 花了钱买了你, 然后你的这一帮朋友都买了你, 然后你说他会不会去砸你的盘呢, 他不会, 对吧, 为什么呢, 就是我都是兄弟啊, 你怎么能砸我的盘呢, 我操是不是兄弟, 他肯定就不会卖, 对吧, 所以他又利用了这种道德所藏, 朋友所藏, 亲情所藏的原理, 让你的这个social的这个圈子里非常的紧密, 假如说你有一些比较好的信息, 好的alpha, 好的应用在里面, 对不对, 那外面的人就会花一个高价来买入, 所以说距离你越近的人, 反而他会一个更低的价格在早期去买入, 然后距离你关系越远的人, 他就会用一个更高的价格去加入你的圈子, 就比如现在新起的, 就比如说有新的两个front tech area, 一个是这个only fence, 就很多黄推嘛, 你来买我的key, 我在里面让你看我的小妹妹, 我让你看我的腿, 对吧, 让你看个爽, 对不对, 让你看一些外面看不到的东西, 对不对, 另外一种就是他们这个front tech新搞的, 叫做front tech music, 他会找一些音乐的家, 音乐家找一些就是音乐方面很牛逼的人, 找sportify里面很牛逼的人, 让他们进来入住, 对吧, 他们进来入住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现在正在搞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以为它是social fan, 其实它不是social fan, 它这个东西相当于把所有人带到一个圈子里来, 那未来他可以这一个圈子的人, 可以一起玩游戏, 那是不是就变成social fan加game fan, 他把这个圈子的人都拉进来之后, 他们一起去比如说, 去做一个这个, 去买NFT是不是, 去发行NFT,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NFT marketplace加social fan, 所以FranTech的他团队现在其实他能够拿那么大的融资, 他不仅是一个网页的聊天软件而已, 他未来的目标是一个NFT marketplace加社交social fan加game fan, 他的野心是很大的, 包括他们现在团队给我透露的信息就是说, 他们现在做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他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去网上去推, 并且你们发现他根本不像一个传统的老外的那种团队, 因为传统老外的团队你知道了, 对吧, 你周一给他发个邮件, 他妈星期五的时候给你回复一个, 说OK, I will reply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对吧, 然后下一周二的时候, 说我发现了问题, 我们约个会, 然后这个会就约的是十天以后, 是吧, 你一个问题起码你要一个月, 但是现在你看FranTech的这个进度, 它基本上是属于24小时在线, 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 并且周六周天还有更新, 你敢相信吗, 所以说这个团队它是一个真的在疯狂bill的, 拿了很多钱, 又有巨量的人在搞各种给他做build, 然后又有很牛逼的VC给他做base, 然后包括还有很牛逼的交易者给他站台, 所以我觉得现在加入进去, 然后加入一个早期的红利是非常好的, 包括其他的那些访盘, 其实你也可以去感受感受, 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动起手来, 好吧, 面对这些新的机会一定要勇于去尝试, 不要在以往的那些就是成功的道路中, 就是在走在复制复制, 其实不太好, 我觉得可以去下载一下感受感受, 好吧, 可以, 我的这个意见发表完毕了, 我讲的太棒了, 非常精彩,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从他的一个购买人群, 还是说他的团队背景, 马克格都跟我们分享的非常详细,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了也非常振奋, 然后接下来就有请阿兴,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产品的看法, 我们先就话题还是分两个说嘛, 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FreeTechOSA火了, 其实火了我们觉得还是他几个东西都选得很好, 第一他的赛道选得很好, 他的赛道选的是一个only fan的赛道, 是我们说属于social fan里面的一个更加细分的赛道, 就only fan的这一块, 他是一个特别适合KOL变现的这么一个赛道, 因为我们说现在的social fan, 其实social fan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要解决一个KOL的流量变现, 还有整个粉丝经济的问题, 他选得这个赛道是一个特别直观特别直接的赛道, 他能够就甚至说很及时的, 把你的一个就是粉丝的量, 就转成你的利益, 也能转成你的粉丝的利益, 你的这个价格涨跌的利润,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这个最利于, 也是最便于KOL变现的赛道, 然后他经济模型也做得不错, 经济模型不错, 然后这个路毛党就多嘛, 然后这个大家又进来一波formal, 然后这一波其实就带来了很大一波的总的流量, 然后他又是这个base链的这个什么, 就base链的头牌项目, 所以整个base链在力推他, 然后大家也会对他有一个叫空头预期, 也就有这个预期在这个formal情绪, 就大家就formal的更加厉害, 更加上头, 然后时间点上面呢, 其实时间点上面来说, 我们说现在是熊市, 但熊市也有熊市的好处, 就熊市现在项目, 现在有亮点的项目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你说特别现在这么这个大盘, 这么平稳的这个状态, 就一点新东西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但凡出现一个, 还是还比较有心意的新东西的时候, 就能够吸引整个市场上面, 就很大一个比例的目光的关注, 现在这个点大家已经没什么东西好玩了, 连多毛党都不知道该录什么了, 但你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大家一看这个formal力度很大, 这个经济模型也不错, 这个base也在推这个什么coinbase站台, 然后顶流KOL站台, 然后大家就通行跟上, 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产品吧, 其实产品应该来说亮点不在产品上面, 产品甚至说产品还是比较粗糙的吧, 但是他亮点不在他产品上, 他亮点在他的这个项目方的这个节奏上, 这个放出利好消息啊, 什么融资新闻啊, 然后这个玩法更新啊, 就一波接一波不停的这个制造热度, 不停的把这个热度给接上, 然后他的这个, 他的核心的, 他核心亮点应该还是在那个, 一方面是onlyfines嘛, 然后再就是可以直连推特, 然后就是就通过这个方式, 等于是称了推特的流量, 就可以直接导入推特的流量, 就这个是他的一个还是主要亮点吧,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 问题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他的这个用户活跃度啊, 这个日交易啊, 这个日活啊, 也是下降的很厉害, 下降很厉害其实就体现出他的这个流存不行, 他这个流存就非常差, 一方面来说呢, 是因为还是因为这个经济模型, 还是离不开这个庞氏和路毛嘛, 所以这个路毛党来得快, 去得也快, 然后从KOL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之前听哪个KOL就是反正就抱怨过, 他说这个粉丝一点忠诚度都没有, 今天来今天买明天卖, 今天来明天走, 就就一点粉丝忠诚度都没有, 就完全不像这个我们说在web2, 或者说在一些传统的这个social平台上面的这种粉丝连性, 所以说他还能活不久了, 其实一方面是看他接下来的这些就是动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看他能不能解决一下, 就是像流存那这些方面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其实这还是一个, 还是属于一个对他的未来预期会有满感影响的一个因素,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呀好呀, 感谢感谢阿信的分享, 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 也的确是很多人都在讨论, 比如说他的这个很快的买入买出, 然后他的优点也提到就是说他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馈时间, 然后台的时间点也很对, 还包括对咱们整个熊市的大环境也进行的分析, 那我想问一下Roger你对于这个产品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首先几个老师都从各种维度去分析了, 然后我觉得在市场的大环境, 然后运营的节奏和市场PR上, 它都是顶级的资源跟背书, 然后其实对产品来说, 我觉得Frentech在早期资源非常有限的时候, 交出来的第一款产品, 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 然后我觉得我要从产品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的感受, 第一个是从产品定义来看, 就是从launch的时候就定下的一些玩法跟机制, 刚上线的时候它还叫Shares, 那Shares的交易设计我觉得是比较天才的, 因为从短期来看, 其实它锁定了MeetPort, 就是每个发行人他就算不做事, 其实也rock不了大家的钱, 然后他用一个异步交易的模式, 让大家也可以不需要对手盘, 就可以随时的买入跟卖出, 那这对于一些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来说, 其实是一个用户体验非常好的交易模式, 然后从长期来看, 就如果说发行Shares的KOL, 或者未来的一些明星, 他如果想持续在平台上去盈利, 他就必须要去更努力的去做事, 所以说从交易机制上, 他就保证了一方面, KOL能够帮助FriendTech的生态, 持续的去填充更好的内容, 但他可能需要足够的时间,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KOL是为了西本也好, 去卖他的Shares也好, 也会帮助FriendTech在推特上, 始终去保持一定的曝光度,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觉得Shares的定价设计, 这一块其实被很多人诟病的, 因为他的整个的定价曲线, 其实比较高, 就是有可能你有20到50个人买了之后, 可能价格就已经上到了, 比较高的价格, 大家就很难买进了, 但我自己觉得, 这对于一个初期项目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定价的选择, 因为这样的价格的GT, 其实很有利于去引爆一个初期的项目, 因为它能够非常快的去造成一个财富效应的分享, 然后也给了机器人很充分的一个套益的空间, 这样的话, 其实通过定价的机制, 就自然的把话题跟交易量都做起来了, 帮助项目, 其实在前期QuiproChance里很快的轻轻渗透, 配合上一个顶级的市场的打法, 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事半功倍的作用, 然后第二块是产品上线之后的更新节奏, 因为我经常会看一些项目, 它到底去更新什么, 因为第一款产品上线之后, 其实它的问题非常多, 它要改善的点也非常多, 那从它更新产品功能的节奏上, 能大概摸清楚这个团队的研发的重心, 跟它将来运营的一个方向, 然后比较大的更新其实有三块, 第一块是一个充值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在充值的时候, 你除了自己的钱包可以导入到你自己的base钱包, base钱包可以自己充值之外, 你还可以有一个邀请码, 然后这个邀请码你可以给任何你的好友, 它只要在FranTech的网站上输入这个邀请码, 或者输入这个好友码, 不是, 充值码, 它就可以帮你的钱包进行充值, 那这样的话, 它对于拓圈或者说去拓展拉新, 是非常有帮助的, 很多外报用户, 它其实不需要懂得钱包的使用方式, 不需要懂得这些gas, 或者说这些较为复杂的操作, 它就可以在FranTech里面去体验这种website的puncy和快乐, 所以它在第一个功能是更新了充值码, 为它将来的拓圈其实买下了一个很好的种子, 那上线的第二个功能呢, 其实是交易排行, 那这个功能其实跟NFT很像的, 就除了市值排行之外, 有了交易排行其实就给了新的蓝筹, 或者说爆发力比较强的一个图构, 一个很好的广告的吸粉味, 可以促进未来新的交易跟化体度, 那上了充值码跟上了交易排行之后, 我们发现它上了第三个功能呢, 是群组可以发图, 这个节奏其实控的很好, 就上这个功能的时候, Friend差不多有了10万左右的一个付费的用户, 交易的用户, 10万的话基本上已经把推特上Crypto的圈子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产品上了发图, 那这个时候它顺时引入了一些福利机, 那再配合之前的充值码跟交易排行, 其实它已经把整个的一个拓圈的思路跟demo已经打好了, 虽然说现在来看有一点累生大跟一点小, 但我觉得可能是时间太短了, 在产品体验和整个的一个拉新的进度上, 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整个产品的更新是非常非常有章法的, 然后体现了这个团队, 它是非常有方法论的, 然后第二块我想讲一下就是最近我正好聊了一些项目, 然后我对Socialify觉得最近是特别有机会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是我觉得现在的时间点是非常牛逼的, 就是最大的流量是对Web3比较友好的其实在两个领域嘛, 第一个在Twitter, 第二个在Telegram, 然后这两个平台其实最近在产品的升级上, 在Crypto的支付上,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去做整个的Socialify, 其实就是天使地利人和都在了, 然后复盘了FriendTech嘛, 我自己有一个感悟就是, 现在取取Web2或者不发币的产品, 还是在Socialify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棋盘手段, 之前其实很担心的是因为Social跟Trade不一样, 就是Sushi去吸血Uni, 或者Plut去吸血Opensea, 这还比较简单, 因为单纯的Trade其实就是交易, 最多是一个交易深度的问题, 它没有很多的网络效应跟整个的社交关系, 但Socialify它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点是, 它比较只有网络效应, 所以你去简单的Fork加吸血, 其实很难让大家把社交网络就集体迁移到一个很新的一个社交平台上来了, 但FriendTech我觉得它就是撕了一个口子, 告诉我们通过一个小的点去切入, 然后慢慢的去做吸血可能是有一些可能性的, 然后最近就是聊了一些项目, 其实大家的切入点不同, 我发现就是大家最终Sushi的东西不同, 可能也对未来的搜索发展进化版不同, 就比如说我们看FriendTech, 它其实是在Sushi特的KOL的, 然后通过价格的设计, 其实是让KOL去吸引一些更紧密的社交关系或者金钱关系, 那如果说他们现在价格曲线不改变的情况下, 这有点类似于以前外部二有一种产品, 就是你只能拥有20到50个紧密好友, 那这样的生态下其实也会诞生出另外一种社交或者金钱关系的产品, 那如果将来它把整个的价格曲线进行一定的调整更平滑一下,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市场定价的, 然后随时进出的OnlyFriends, 但根本到底其实它吸出来的会更接近一些社交或者一个小社区的这种紧密关系, 然后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很火的项目叫Tipcoin, 它借助推特来就是散发自己的流量, 然后但它你会发现它吸取的可能更接近于这种纯粹的流量, 后面可能会趁热度讲一波故事, 然后可能跟原来的那个TwitterFive复旦一样, 就发币了之后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收命周期, 最大的变现可能来自于广告, 因为它在推特的生态里它只吸取了单纯的流量, 并没有吸取它的一个社交或者社区的关系, 然后上周我聊了一个日本的项目, 是一个日本顶级VC头的, 还没PR, 然后它是打算在Telegram里面去做一些群组跟社区的分享, 它就是把Telegram的群组比作为各个家族, 然后通过平台上的一些Gamble Game, 然后把各个的家族放到一起类似打国战PK, 然后它的目标其实也是在说能不能从Telegram去洗出一些比较简易的社区关系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项目抽象来看, 它可能会去基于Shares这种新的交易模式, 然后去帮助艺术家或者说去帮助创作者去做一个随时能够, 进出的OnlyFence, 然后帮助他们在社媒里面去洗出前面的比如说50到100个这样的一个忠实的付费关系, 然后去做传播节点, 这可能跟之前马老师说的有可能Friend Tech, 他会去引入一些音乐的大哥, 可能也有点兴工, 然后这几个项目其实都还挺容易死的, 就如果说你把它们当做一个盘子来看, 如果Social Fun有热度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炒一炒有很多的造福效应的, 但如果说我把它做一个投资稍微长线一点来看, 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切入点和不同的产品设置, 然后会决定了就是这些项目在Twitter或者Telegram里面能洗出什么, 有的可能洗出了单纯的流量, 有的可能洗出了一些社区的关系, 有的可能去洗出了一些社交关系,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Social Fun每个项目天花板不一样的一些点, 我大概就说这些, 然后期待跟后面跟大家交流。 感谢非常精彩, 然后我觉得也是逻辑性很清晰, 我刚刚看到后台有些小伙伴就是在申请上买, 到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会给大家时间去提问, 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嘉宾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深根, 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 而不是那种比较从中的一些思想, 我觉得今天收获非常大,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 大家觉得Social Fun这个赛道需要怎样的记录见识呢? 大家就是比如说你觉得现在的通点在哪里,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些项目经验,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后续会在这个赛道里面去做哪些深根, 对,那我们还是先有请咱们的Danny老师。 谢谢Elizabeth, 然后我自己像我讲, 就我主要其实在做DeFi方向的东西, 然后我看Social Fun我感觉就有几个瓶颈, 或者说几个我觉得比较难, 就Social Fun本质上是以关系为, 就怎么说就是主打社交关系嘛, 就是看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发展我的社交关系, 或者是我的人权粉丝数量这些东西, 然后我感觉目前的Social Fun,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熊市关系, 还是是因为DeFi可能, 或者是就是Web3这个东西可能离钱比较近, 所以大家都会把就是能不能造富, 或者是能不能有空投下运, 或者是能不能赚到钱这个事情, 看得比较深, 就好像之前的GameFi一样, 就是就大家可能不是很care, 说你的你的game到底好不好玩, 或者是我到底怎么说, 这个游戏到底是不是可持久的, 就可能不是这么重要, 反而是说我进来玩了之后, 我能从里面赚到钱, 然后我就想就怎么说, 就录一波就走的感觉, 然后我感觉现在的Social Fun应该, 至少从那个FranTech的爆火, 还有那个FranCash的这些情况, 还有它的活跃度骤降的一些数据表明, 大家或者是目前这个阶段, 可能的Social Fun还是流于这种, 有没有上限之后, 没有, 未上限之前我就要鲁毛, 鲁毛之后我就赚取你的token, 然后我就把它卖掉, 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往前看, 就是, 就是如果, 我以前就常讲啦, 就是, 就是如果你来这里是, 就是你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的话, 那你在这里的时间可能就不会太长, 就毕竟defeat the purpose嘛, 就你来自Social, 来这里是跟人家一起交流, 一起交换想法, 一起展示自己的, 然后你发现到说, 到最后我就只变成了一个Social, 或者是只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 或者是, 就我根本不看连内容了嘛, 就, 就, 就有一点, 就是当然, 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也不太好, 就, 你想想就onlyfans, 就是在疫情期间可以活这么起来, 其实本质上也是这种付费订阅的东西, 所以, 然后我感觉Franntag你这种, 或者说目前的设定, 或者是现在的infrastructure, 用IPFS的方式, 或者是用rendering方式, 我感觉做不了, 还做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初期可能还是说, 以造福相应为主, 然后去把大家吸引到这个赛道上, 然后你问我, 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未来半年, 还是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也会跟之前的BRC一样, 所以造福相应的减弱, 或者是KRL也意识到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传达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一些内容上的创新, 我感觉他也会慢慢走向消亡, 然后甚至可能就这样子了, 然后会等到下一波牛市, 或者是下一步造福相应, 或者是他真正能够解决痛点, 就是一些处理一些宽带的问题, 处理一些社会强关系跟弱关系的一些设定, 然后我感觉目前的设定, 目前的区块链或是web3的技术建设, 可能还目前可能还做不到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这个是我的看法了,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 感觉Danny老师就是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更深的发展, 可能也只是一波流, 那我想问一下, Mark怎么想这个问题? 啥问题啊, 就是这个行业怎么看这个的吗? 就是看这个social fashion的赛道, 还有就是你现在在这个赛道有什么布局,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啥布局啊, 就Frontech撸一波忙啊, 然后发了币之后找个高点卖掉, 结束了, 那不然呢, 就是这样了, 那还有啥好说的, 顶多就是发币之后, 他要拉盘子, 我炒一波币呗, 完事了呀, 不是你们还想干嘛呀, 这搜索都跟你都讲了这么好听的故事, 找那么多KOL的, 这么顶级的VC了, 对吧, 那他发了个币, 你总得炒一炒嘛, 对吧, 那我既然我要是, 我是个顶级KOL, 我能拿一些LDROP, 我爽呀, 对吧, 开盘找个高点卖一波, 是不是也挺舒服的呀, 完事了呀, 那还想干嘛呀, 对吧, 那币圈的东西呢, 永远都是就是高点之后赶紧走呗, 你要是拿住了, 那你就是家人, 我有点不太想继续当家人了, 太痛苦了, 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我觉得二哥说话真的很接地气, 那阿兴你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现在整个这个Social Fight赛道的痛点,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一个就是还是弄某党太多了, 这个其实既不是熊市的特点, 也不是说GameFi或者Social Fight或者哪个赛道的特点, 它是整个Web3的特点, 整个Web3都是追逐利润或者说追逐利益的, 就你说玩GameFi的人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去玩游戏的, 那用Social Fight的人里面有多少又是真的来Social的, 大部分就是来赚取利益的, 所以始终, 所以现在的整个Social Fight就很难避开这个, 大部分用户都是南路毛的这么一个现状和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粉丝不管是这个用户流程低啊, 粉丝年薪菜啊,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这个现象导致的, 你说今天跟这个在Frentag跟这个KWR聊天聊个火, 明天觉得我赚一波走了, 就消失了, 就这些并不是真正的Social, 它都是一个追逐利润的人, 然后我为了这个互动, 就为了互动而互动, 营造了一个活着的假象, 所以你说这个Social Fight赛到未来再来, 未来我觉得还是在从这个Web2, 从这个传统的这个Social的平台里面来多导信用户来,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Web3里面来来去去就是这么多人, 来来去去就是你跟我的韭菜, 我跟你的韭菜, 所以未来还是在打通Web2和Web3的这一个壁垒上, 但是现在这个Web2, 特别是Web2的这个社交类的平台, 它们有很高的一个壁垒, 或者说就很宽的一个护城河, 他们的这个社交关系的这个紧密绑定导致这个用户, 不管是哪个社交平台的用户, 他想要就是从一个平台到另外一个平台上面, 他的这个就是更换产品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Printag也是用了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更取巧的方法, 就是说我不用脱离你们这个传统的这个Social的这个人脉关系网, 我直接从你们在里面导作, 其实这也是现在来说相对比较主流的一种就是Social的一种, 这种Social的一种解决方案, 然后就除了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撸猫党太多嘛, 用户流程困难, 一个是这个我们要从传统Web2的社交里面挖人的话, 这个他们互成河又老高了,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挖东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其实还是我们避不开说这个庞子模型的问题, 你这个Social的离一期费, 那就离不开这个庞子, 这个大家的GameFi也好, 这个SocialFi也好, 就老有说你看着一个挺好的项目, 做着做着这个随着新的, 随着新建用户的这个入住的速度降低, 然后就然后就这个庞子就维持不下去了, 然后就开始螺旋下坠, 很多很多就就我们都不用11.0了, 就很多之前的项目, 其实包括一些颇不错的项目, 然后最后都是这个解决,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这个庞子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模型或者各种设置, 你可以让它维持的这个尽可能的成就, 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花精力, 需要这个需要花心思在上面来解决的问题, 好的, 我就分享到这里, 对, 我再说两句, 对, 我再说两句, 就是这个Lowhear也是, 我们也是做social, 也是做social file的, 然后也是其实思路跟Frontech这边, 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的,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像直播呀, 然后就这个便于, 便于KOL, 这个变线呀等等的一些功能, 其实这段时间观察了这个Frontech,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优秀的思路, 其实他们确实有非常多的优秀思路, 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 其实确实是一个做的非常不错的产品, 我先分享到这里, 好呀, 好呀, 谢谢, 谢谢, 那Rogan对于这个social file下来到什么想要的吗, 就看到你上一个话题聊挺多的,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我觉得我跟前面几位老师的观点比较一致, 就是因为他现在其实本质上还是file, 他还没有当social file, 因为本上他就是加了一个壳, 他的核心的点就是他到底能不能拓圈, 把外包的用户拿进来, 因为现在的用户数应该已经到了十几万了, 如果说他不能突破比如三十万左右, 不能把外包的用户引进来, 那他还是一个非常小圈子的膀石模型, 那他可能就跟以前的paradigm的uniswap, 或者blur发币之后是一样的走势, 那如果说他能够通过, 不管是福利机也好, 还是说刚才马哥说的音乐人也好, 他能慢慢的把social做起来, 那我觉得可能可以再跟长线的关注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FriendTech, 他其实是搭了一个范式嘛, 那如果说有很多好的项目, 其实借鉴了FriendTech, 然后或者说吸取了其中一部分的优势, 然后能够也很快速的接受到期盘, 去投一些比较早期的一级项目,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然后阿星老板, 我回头可以再多私聊一下, 我分享就到这儿。 好呀,好呀。 谢谢,谢谢, 对,然后那我来到我们第三个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理想的social file项目是什么, 就是你会觉得对这个赛道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吗, 就是聊了他们这么多缺点, 聊了他们这么大的短视性, 你觉得如果一个成功的social file项目,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还是先有请Danny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大家好, 然后我的感觉其实从产品, 就是social, 我还是回到那句古话, 就是看你的目的, 或是你的社交, 你的target customer, 你的目标用户是谁啦, 就是好像, 就是那个frentech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他以后做成, 或是以后IPFS假设能够做得很好, 就是储存, 能够做得就是线上的存储, 成本价可以做得很低, 或者是他的那个rendering, 那个渲染可以做得很好的话, 其实他倒不思为一个可以取代onlyfans的,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social平台的一个简介, 因为就我所知, 就是因为onlyfans好像是因为法规的关系, 所以他下了好多这些类似这些黄推的东西啦, 然后开始慢慢下, 然后因此然后他就转去了另外好多上面的博主, 就转去了另外一个就是类似onlyfans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就然后我主要其实表达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能满足特定人群的某些功能的话, 其实你不管做什么样子, 你的用户群体都是OK, 不管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就所以像fanty这样子, 如果他能做得很好的话, 他确实可以往onlyfans的方向去跑啦, 就是当然前提是他的基础建设要能够做得足够好, 因为就是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用数字货币加密货币来支付的话, 然后而且他他不设什么bpm的限制, 可能会是onlyfans另外的那些博主们的另外一条道路, 就是这也不实为一个新的方式, 或是新的怎么说新的渠道吧, 所以回答Elizabeth的问题就, 我的感觉就是看你的社交, 你是想维系怎样的关系, 就是比如好像我自己, 我的推特上面可能更多的是跟就对公的, 就是就跟跟公众去去聊东西, 但是如果你说你问我私人方面, 就是我的同事怎么联系我, 那我们可能是用telegram, 我们可能是用whatsapp, 还是我们用signal这些东西, 所以就看你的联系, 或是你的目标群体是什么, 就好像我自己是用email用的比较多, 就别人会觉得说, 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boomer, 怎么这么老鼓动, 但是我更喜欢用email, 是因为我觉得那边就有时间, 然后东西有记录, 然后找起来更方便一些, 然后可以把我的所有东西, 跟我的clendor, 跟我的行程表, 跟我的schedule一起绑定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我可能回email会回的比那个什么微信还是whatsapp快, 然后而且我自己就不要看我说很多话, 其实我在日常当中, 我其实很讨厌人家打电话给我的, 所以就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就看你取决于你怎样的东西, 或者是你想维系怎样的关系, 社会关系, 然后来决定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不是说web3的social file, 或者是social products做得不好, 是因为好多事情是现阶段的一些infrastructure, 一些基础建设它没有做好, 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在, 在以太坊发过图片, 有没有试过在baseline发过图片, 其实那个gashy好可怕的, 然后ipfs就发图片做了这么久, 其实这些渲染性它其实还没有完成得很好, 然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链, 它是能够传递声音, 就是记录我的声音, 然后以链上的形式发过去, 然后那个gashy也高得吓死人, 所以我感觉是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方面上面, 就是我自己就会往defi的方向跑,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对于交易来讲说, 就没有这么快, 就是不是所有交易都是需要这么及时的交易速度, 的相效速度, 所以有一些交易工具是能够在链上实现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Majax, 为什么我们一直积极就是在往unisop方向跑, 就是说让切合就结合web3现在的基础环境, 还有就还有现阶段大家的需求去去定制化, 或者是去开发一个大家都可以赚钱, 或者是对于三方来讲说都能够供应的一个东西, 我感觉就是Trentag可能之后也会往这些方向走, 就是就本质上就我们觉得不能够完成这些东西, 可能是我没有找到相对说那个target customer, 就是那个目标受众, 他们的他们的痛点在哪里,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感觉我一看可能他往onisop方向走的这种黄推的模式, 可能还是有戏的, 毕竟他的支付, 他的那个叫做服务器的那个共享的东西, 其实还, 因为他相当于是比较公开的, 然后所有人都能够架设,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以后在于监管上, 对于抗监管来讲是可能是比较有戏的, 这个是我的感觉, 就是请大家派转,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觉得非常诚恳吧, 对, 就是的确是, 就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要为最终目的服务, 就看到底是在这个市场上需要做什么, 然后我觉得Danny哥也是一个非常踏实做事的人, 然后他代表的这个Majinx,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我是从今年4月份看到这个项目, 然后我觉得一直都是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实在, 然后也技术能力非常强, 在做, 在Cosmos店上做这个DX, 对, 然后在新加坡9月10, 9月11号晚上也会有一场Event,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然后我想问一下, Mark哥, 你对于Sociofy这个, 你觉得一个什么是好的Sociofy产品, 或者是你跟我分享, 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除了Sociofy, 你还在看什么觉得比较有潜意的赛道, 能够让我们提前布局的? 现在就是那个Fronties比较火嘛, 然后也没人好说的呀, 其实说白了就是去玩一玩嘛, 他不是有空头嘛, 然后就正常去玩, 然后拿空头, 空头拿了之后, 就是等他拉一波盘, 然后出货嘛, 那不然呢, 那Sociofy这种东西, 嗯, 我就是在币圈嘛, 我们就打开天框, 说量化嘛, 对吧, 团队全美国人, 你让他, 你说他跟OnlyFans, 有很大的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Frontech, 他这个公司, 他这个产品, 我看了300行代码, 很简单, 也不是币, 你也不能互相随便转, 你这个Key呢, 只能买, 只能卖, 税是10%, 一半归项目方, 一半归这个Key的修人, 很简单嘛, 很纯粹的一个小盘子, 然后他可以附带各种功能, 但是在最后这个币呢, 这个币只能是个积分, 或者说是一个Governance Token, 因为SEC的这个要求下的话, 他这些Token的话, 是没有办法给他赋能的, 所以也就是个空气, 那无论你再牛逼, 你这个项目怎么赚钱, 其实跟代币持有人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 那Socialify就很简单嘛, 就说白了就是炒一波币嘛, 那前期埋伏住, 发了币之后, 找个高点卖掉, 对吧, 推特高喊, 哇, 我参与了Socialify的革命, 完事,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结束了, 就等下一个赛道就好了嘛, 对吧, 这每个赛道不都一样吗, 不都是等发币拉一波盘吗, 拉完盘我们溜就完事了呀, 对吧, 拉完盘我们就赶紧卖呀, 卖了之后赶紧去追下一个赛道呀, 对不对, 那不卖的话就来不及了呀, 你再牛逼的项目, 就比如Blur, 对吧, 现象级产品, 把OpenSea打得满地爪牙, 然后呢, 对吧, 开盘2, 然后现在呢0.15, 是不是0.18, 对不对, 那还有更牛逼的呢, Orbi, 是吧, 我们Orbi呢, 改变世界, 改变NFT市场, 我们要改变所有的这个格局, 是吧, 革命, 然后呢, 上了OKX, 革命成功了, 是不是12美金跌到了现在的3了,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 无论什么赛道, 现在正好Sosify不是挺火的吗, 冲进去嘛, 是不是, 等B发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很牛逼的时候, 我们就赶紧去布局下一个赛道, 不就完事了吗, 我觉得Sosify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才刚开始, 才一个月, 好吧, 我的大概想法就这些了, 好的, 感谢Mark的, 然后阿星, 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开放吗, 这个理想的Sosify产品, 那我可以不可以, 我不谈website, 我们从一个非website的角度来说, 我说理想的Sosify产品就是微信, 你如果你把这个微信里面, 微信我们是用这个微信号或者电话号码, 你给我把这个微信号换成这个推特号, 然后你把电话号码换成我的钱包地址, 那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Sosify, 我们看看这种理想的Sosify里面都有啥, 有聊天, 有直播, 有这个支付, 也有理财, 也有金融, 什么都有, 然后呢, 他又非常方便地从你的这个更传统的, 比如说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手机号码一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关系网里面, 就是一键接入进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理想状态的一个Sosify, 当然微信不可能做这个, 但是我们说现在Sosify产品, 你朝着这个方向来做, 那肯定是没错的, 当然也不光是微信,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就是Web2世界里面这种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Social软件, Social平台, 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点范和凯博, 就是这样, 当然你说我们Web2还要再, 再花多长时间才能追上, 才能追到这个产品的完善度, 但肯定是要一段时间的,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些Web2的成熟产品在前了, 就是我后来追上, 他总是没有这个, 他花的时间总是要比这个前面的探索者要快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其实还是看好的,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预见的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形态吧, 然后我这里稍微打大广告打下来, 可以吗, 我可以给新加坡活动打大广告吗?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这个就是Nopair在13号晚上, 在新加坡也有一场活动, 这个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推特制定, 就13号晚上在新加坡的这个Lowhear之夜, 然后大家就是到了新加坡的想去的, 就是可以直接来找我报名, 然后我给你们出邀请,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活动也, 对, 这个活动也, 我们这边也是邀请的, 不是这个众帮嘉宾的, 好嘞, 好嘞, 感谢, 感谢, 好, 那若可可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 我觉得, 什么, 搜索派跑到最后, 第一的那个形态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挺难猜的, 因为它不一定是外观现物的形态, 就像移动互联网出来的社交产品, 微信是, 大家脑海里比较容易想象的, 但像抖音啊, 小红书啊, 这种办社交社区的产化快手, 社交和社区的产品, 从它的第一代产品到最后的产品, 这个整个的路径都是远超大家想象,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 是如果说会有Social File, 或者说Crypto, 它可以做出一个Social的产品, 它的天花板一定是很高的, 所以等跑出来再加仓肯定是来得及的,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大家因为看到了FriendTech, 这样一个比较线上级的产品, 所以肯定会去高股短肆啊, 低估长期的, 我觉得这是任何赛道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是, 我觉得Social的赔率是非常高的, 就如果说相信有Social File, 未来可能可以拓权, 可能会有比如说将来的100或者1000万用户, 它是很适合在早期去做投资布局, 或者说很值得去研究的, 然后现在市面上其实也分成两种路线嘛, 一种是偏适适合技术驱动的, 比如说天王Lens, 还有今天的那种妖魔鬼怪Cyber, 然后也有产品和Ponzi制动的, 有Friend的, 有华人的类似Debox, 也有A16C跟Coinbase Code的那个Fodcaster, 所以说产品是挺多的, 也挺好的, 但我觉得Social File万变不离其宗, 它可能是三个点的平衡, 第一个呢, 它肯定是Crypto的, 基本属性有两个, 第一个呢可能是去中心化, 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好的资产化, 那Social它根本属性呢是流量,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Social File产品, 肯定是在去中心化, 更好的资产化, 还有就是更大的用户量, 这三个人在每个阶段里, 怎么去做平衡跟实施, 然后可能只能Case by Case去看, 然后每个阶段都去跟进一下,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的, 感谢今天咱们这几位嘉宾的, 非常精彩的发言,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咱们的Danny老师, MargX项目方, 还有Mark老师, 还有咱们的阿星老师, 还有咱们的Rogan老师, 还有这个3W3, 那个亚非拉研究院, 对, 然后Rogan, Mark老师, 你这边有项目, 需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们可以就是让我们台下的听众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是我吗, 是我吗, 哦, 应该Mark老师, Mark老师,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对, 他主要是提到了我们要去多关注这个Friendy.tash, 然后大家一定都要去多试用, 那我想Rogan老师, 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3W3吗, 好的, 好的, 就如果是华人的builder, 或者是华人的一些程序员, 因为在中国的整个的环境下, 大家还是过得比较压抑的, 交集圈还是非常有限, 如果大家对亚非拉整个的市场, 或者说对crypto还是有信仰的话, 就欢迎随时来加入我们, 可以私信我们下面有个关号, 然后我们的大本人在杭州, 然后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玩, 每周都会有一些具体的campaign跟一些交流会, 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参加线下的活动或者线上交流, 谢谢, 好呀, 好呀,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Space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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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